这个也是显的 对 最显的说了 是 我感觉这次视频趴出去 我又得被空寒攻击啊 买的挺多的 买了几十万 有吧 应该有吧 带了一部分 带了一部分来 嗯 带不完是吧 带不完 这回过来是想干嘛 变现 有的变现 有的再说吧 有图片吗 图片拿过来 我给你逛摸一下 图片我都在车上的东西 我都没有拍过图片的 我没有拍过 因为我在家没事了 我就醒了 我老婆说你整个石头 你还放在这里 有一股味道 她说你这个东西赶快拿走了 卖掉它 人家花钱买石头干嘛呀 我说 哎 喜欢嘛 你怎么说这些喜欢嘛 是 一开始我买就 目的就不是卖的 那就喜欢堵是吧 喜欢的堵 试一下 我买那个料呢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家全部做这些东西 跟我是同行的 你做啥的 我当警察的 当警察的 原来 现在退了 哇 警察叔叔啊 那你还买的些 不是 这个东西 喜欢是吧 堵石确实怎么说呢 它是有风险啊 没错 就是说好的跟差的 还是区别很大 他要是拿好的给你切的话 你可能会切出东西了 不是 我这里现在都很重的 拿上来很累的 这就大厨头呗 那走吧 走吧 我帮你看一下吧 帮我看一下 看看你要怎么处理嘛 这个 哇塞 你还动整个拖车 拿动了吗 哎呀 这啥的我都不知道 包的原始啊 我都是全堵的呀 是啊 那完了呀 那看这个就很嫩了 肿啊 对啊 这个就没肿啊 我不知道 我问他他说没事吗 就是糯种 啥的糯种 我不懂 这个漏倒是挺细的 但是属于是糯种 这一块多少钱买的 一两万块嘛 这个也是显啊 对对对显的说了 是 其实这个也相当于比较普通啊 凉凉啊 中间一般不收的 是啥呀 哎呀我就发现这个是 他照说是蓝色的 怎么照这里是没有啥蓝色呢 因为他用的是白光灯 我这个是黄光灯 我们照常来说 看料子用黄光灯比较真实一点 嗯 不行也不行 这种怎么说呢 可能做百件的 可能会好一点 哎 这种石头也没办法的 真的 就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处理的 对 我那一箱子里面也是啊 啊 这个是一个紫罗兰的什么东西啊 我感觉这区视频趴出去 我又得被通行攻击啊 是 他把攻击 哈哈哈 不太好吧 我只是娱乐播主啊 我只是帮他鉴定而已 真的 我遇到一个 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通行啊 他说我坏了他的生意啊 还是我们老乡的 就搞得我很尴尬啊 算是紫罗兰 就是诺种 诺种 不是很值钱的紫罗兰就是吧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紫罗兰 没错的 但这种料子有一点好处就是干的吗 还可以做百件 那没用 可能就做百件的人他会喜欢 但是现在像这种 他主要卖的是工艺 不是卖的是料子 这块多少钱 几万块啊 几万块 哎 这些总不出那些 这啥呀 啊 摄影师都知道油轻啊 我都不好不敢说了 那有啥不敢说啊 不是我没有拍摄 太沉了 等我有被通行攻击啊 最近真的是 这个就没用的是不是 也不能说他没用嘛 就是说价值没那么高 但你比如像这一块啊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你两万块钱买的啊 他如果真的是能出一个冰种啊啥的 他价值远远不至于两万 这个原来啥也没有的 我就这么跟你讲嘛 那确实是你不管他啥也没有 他知道他这个皮壳也是有区别的 他如果里面能出东西的话 不过确实也是有笃性 这个确实也是有笃性 这皮壳来看是挺紧的 我买是黑石头 回来以后呢 我叫别人帮我开的 他说这绝对好 我说你帮我开的 在那一开就这啥 这个有笃性 只能说有笃性 像这些没用的了 也不能说没用 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放中介的话 他不一定愿意搜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可以拉去中介试一下 笃石这个东西 本来水深 水就深得很 这个东西 这你说有没有 底线有没有绿啊 这个算是绿 显绿 不是有没有 我就说这个石头 这没有切开谁都不知道 但切开基本也是这样的 你看这一块 这一块已经露出来了 就到这里 它是一块显花 然后这旁边的话 就基本没什么用 选花里头没有的 都没东西的 这是石头 它也是翡翠 石头也是翡翠 对 把那石头退回去 找个 我感觉我要搞事情 然后我的妈妈来找我 基本来说是 它有价值 但是价值不高就是了 那我就没用必要啊 没必要要了 要他干嘛 但这个确实行内哦 基本你这种堵石开窗了 都不给退的 这个这个这个就退不了了 我工具退不了了 对 那这俩 他也有时间限制的吧 你基本 你你既然两年了 他怎么可能给你退 这我不管他 这不是我说的啊 不是我烂他队的啊 那行吧 好 一分别 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没事 那你又撤了 老家 那个不撤 我真的我不算 啊 哈哈哈哈 我都不会算 好好好 一家就是市场封闭了 不能卖了 好好好 那你慢点 反正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我跟你说明白吧 慢点哦 好好好 然后确实近期啊 很多同行搞我啊 哎 一言难尽啊 头有点疼 感觉是不是不能做这一类的视频呢 太真实了也不好啊 要要夹杂点剧本啥的 然后非常多同行吧 就确实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了啊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只是在记录而已啊 我没有说过分的去揭露啊 以后不能再再讲这些揭露的东西啊 上次遇到那我那个老乡啊 还是我隔壁村的 这个 他是卖赌食的嘛 他说我涉及到他的利益嘛 他差点去找人找人打我 后面打听到了 打听到了是老乡 而且是那个他朋友嘛 他刚好认识我一个朋友 然后我朋友认识我啊 就没有酿成结局啊 要不然我都凉凉了啊 这就是也很尴尬啊 然后坐在一起喝茶啊 也迷茫啊 赌食这一行真的水深 但是真的一个人一个月买一个月卖啊 这个怪不了谁啊 只能说自己想赌而已 说太多别的也真的不好啊 真的很多同行来高我 然后就是要么就是烹饥你货卖的贵 割韭菜啊 这个那个干嘛的货不对榜啊 这个干嘛的 这个那个的 我一直没有出来回应啊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翡翠确实整的一个品类来说吧 翡翠水都很深啊 啊就前提来说啊 你愿买我愿卖 这就达成一个交易是不是 买回去了你又觉得贵 那就不科学了 说啥你又觉得上当了干嘛的 啊这个那个的水水行业确实有一些规则啊 像盲货抛光以后不能退 这个堵石开窗以后也不能退 但是我们这个都有提前声明的啊 你可以不接受啊 你不接受你不要买啊 你又接受了 你又要买 买完这个东西了 你又跟人家三家车这个皮也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怕这个这一期发出去等会又让人打死了啊 这个真的不是我劝退的啊 真的不是我 我的瓜 不是我的瓜 然后也希望刚才那位老哥把理智一点吧 他确实可能把自己退休金都搭进去了啊 还有一个点啊 啊三家永远都是要赚钱的啊 包括我啊 我肯定也要赚钱的啊 你说他不赚钱他出来做什么生意 他出来出来做这个慈善嘛 是不是他不赚钱吃啥喝啥 平台的推广费用不要嘛 这摄影师还要 还要工资呢啊 真的理性对待啊 理性对待 翡翠啊就看好在买啊 啊然后觉得合适在买 是不是哪里便宜你就在哪里买 我一直这样说的啊 没有说常买常卖的道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